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Geno43岁生日无预警公布喜讯 录以后可以轻松陪家人生活了 图番设字Geno脸书 新Geno加入三立八点台剧一家团员表现亮眼 在剧戏份吃重的他 一直没有好好休息 先前直呼吸 剧组能让他们放个小年假休息一下 坦言之前 情的关系 今年终于可以回家一老家过年 希望好好陪伴家人 没想到新年才刚开工不久 Geno就是43岁生日 他也无预警宣布喜讯 并透露两个小时决定了 让许多粉丝狂刷恭喜 Geno在一家团员戏份 重许久为好好休息的他 今年终于回家一老家年陪家人 图番设字Geno脸书 Geno30日开工适逢43岁生日 他脸书写道 每年生日我不太庆祝 也几乎都在工中度过 因为苦过 所以珍惜每一次机会前几年 拼命工作把本业做好 这两年是开拓副业根学理财 他接着更公布买房喜讯 过年前一个夜戏空档开车去看了个新建案 两个小时后我又回棚内继续挑灯夜站 对两个小时就决定了 我的日礼物不需要名牌 而是做好投资以后可以轻 陪家人生活 我送给自己43岁的礼物 三年后拿到 祝己生日快乐 让家人更快乐 他最后补充道通膨 无情 我不想玩股票 每天红红绿绿的影响工作 心情 一间一间 慢慢来最稳定 Geno43岁生日 无预警供 买房喜讯 透露两个小时就决定自己的生日礼 图翻设字Geno脸书Geno先前透露 爸爸有四个兄弟 其他 各都是小学毕业就辍学去工作 赚钱就为了让爸爸念大学 所以爸爸非常饮水思源 每年一定和大家一起过年 Geno表示 其实和一般人的过年大小意 一样放鞭炮 吃年夜饭 但因为自己曾经历 一段很低潮的时期 当时几位住在台南 做建筑 低哥哥们很帮助他 所以每年初二除了拜年之 就会到台南陪他们打高尔夫球 一起做慈善帮 独居老人 现在经济状况比较好了 Geno过年也会包 包给家人 但要看和自己亲与不亲 笑说 如果不 认识名字 叫不出来的就两百了啦 我认识名字